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曲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也要是為大家帶來去看遊戲叫做 那建議上一集我們得到的結局是BAD END 就是有點不太開心 雖然結局的故事很意外 都是看魔劍的兩位主角 然後我們今天要喬著HAPPY MAD END的邁進 那他的選項的分歧其實就是我們跟伊甸在講話 可能會有的選擇對話框框 就像是之前的病交灰姑娘一樣的系統 只是對話的不同 有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結局 這麼簡單的操作方式 那我不知道我從哪裡開始曾經選擇了 所以我決定從頭到尾ROW一遍 然後我們就稍微做個快轉吧 START 這邊是選擇的第一個選擇 阿曲當初應該選擇無色透明吧 好喔 看來 有出現事過呢 阿曲一直露掉這個選項 可惡 阿曲至少跑了 這個煩死變霧 一直不知道為什麼露掉這個地方 阿曲 HAPPY MAD的結局達成 就是要跟我們的伊甸多多說話 然後如果你有不小心跳掉的話 就可能等於就是沒有說話 填白卷的意思 這邊要選擇是有點麻煩 那要小吃喔 阿曲真的是預估無味 好啦 那就朝著結局衝刺吧 請等等 是 是 是在叫我嗎 是 是的 我 還沒有 還沒有知道你的名字 阿 好像是這樣的 我叫 賽希爾 我叫做伊甸 那個 你是看不到的嗎 被發售了 抱歉 我也 說抱歉的是我才對 我明明看不見 卻說了那種話 沒關係 我很開心 因為 我也說了很過分的話 我懂得 阿阿 沒事的 一年後 我還會在這兒 坐同一班火車 如果有機會 我們還會相遇的 嗯 喔 再見 我的朋友 這是我最快樂的一次旅行 我也是 所謂的 哈 哈 這片的 光 是有CG圖 對 我們那一天 啊 終於跑完了 阿奇為了回收這個結局 竟然跑了三四遍 雖然 他一次 從頭到尾的流程值 花費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可是 阿奇 跑了三四遍 花了半個鐘頭左右 有點反燥 哈哈 通常在回收結局的時候 通常都會這樣 有可能一個小小的 miss 就有可能會造成 結局上 跑不出好結局來 所以 要回收結局的時候 阿奇真的非常非常糾結 對 所以 越來越多坑喔 好啦 欸 話說 呃 我們的遊人先生 其實 阿奇對他的臉 沒什麼印象了 因為 在看不見的黑漆漆的時候 他的臉 是全黑的 我對他的印象 就是一張全黑的臉 很好 我們打通了 good end 我們是 魔法使 打通了happy end 可喜可喝 可喜可喝 還有一個bad end 只要隨便 隨便 彩蛋更新什麼的我想 應該是沒有啦 好啦 那 我覺得我們這個遊戲就在這裡正式的結束囉 沒有錯 花費了半小時 拿到一個短短的 結局 有點累 對 所以 雖然大家都沒有改R11 很多坑 對 而且阿徐很想說 有一些坑 如果是坑的話 阿徐就不想要填坑了 因為 我最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我在以前的這個狀況就是 我可能玩遊戲玩到一半 然後停止 一段時間很久 如果再玩我回不到當初的感覺 有可能我連接下來要玩的 進度還是幹嘛的我完全都不記得 所以其實在回舊結局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難的 因為我前面所有的東西都忘光了 對 那比起玩新的遊戲 我自己玩 填完那個無底洞的坑 我可能 要自己先衝完 還是我 呃 花費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去想起 我 我可能的記憶 對 我覺得 有的時候就 隨風 飄散吧 哈哈 看到阿徐以前這麼努力的份上 就是很多很多的遊戲阿徐都全結局回收 或許 阿徐現在要走個路線 就是 不要再 那麼逼自己玩遊戲了 對 我有可能 不考慮把遊戲玩得這麼認真 就是 可能 呃 或許這是一個阿徐的特色 不過 阿徐 想要做個更卡 把這個特色或許拿掉 可以的話 阿徐還是盡量 不過 我覺得 每次都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花費的心力 真的是很累 對 然後 不知不覺中 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這款遊戲就在這裡正式的結束囉 等等小物品 希望大家一樣會喜歡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會訂閱我 或者是訂閱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款遊戲再見囉 see you bye bye